本週科技大事當然是德國EVA展燈場 包括華為、Sony都有心機亮相 提早卡位嗆9月7號將發表了新iPhone 趕快跟著蘋果副刊3C主好好盤點一下 那XE跟沒有紅外線顏色偵測的機款XP拍照 實際對比一下 拍出來的照片色澤確實明亮不少 而雷射對焦偵測 在黑暗的環境中對焦速度很快 跟沒有這個功能的手機再對比 欸?拍到速度真的快不少欸 推出NOVA系列新機 主打點點自拍更是基本功能 或是可以選擇 Perfect Selfie 拍照模式 量身打造美人照片 開啟後先拍攝完成三種角度 接著就能夠進入境界操作 包括大眼、瘦臉等細部設定 打造更完美的美人照片 NOVA系列有5吋的NOVA 以及5.5吋的NOVA PLUS 預計本月起於全球陸續開賣 秀出全球首款曲面螢幕筆電 PREDECTOR 21X電競筆電 搭載2200R曲度的21吋螢幕 提供更沉浸式的遊戲體驗 但也讓機身變厚不少 配置機械式背光鍵盤 右側為磁吸式觸控板 翻轉後就變成數字鍵盤 內建Toby眼球追蹤技術 動動眼球轉移視線 就能瞄準敵人 不用靠鍵盤選舉 玩遊戲更具直覺性 目前支援超過60款遊戲 預計今年底破百款 眾新聞 下週有新iPhone報導